一名六岁的小男孩把爸爸妈妈的离婚过程画了下来 故事是这样的 我的名字叫多多 我的爸爸妈妈相遇后 他们相爱了 并决定生个宝宝 所以在2006年6月4号 我出生了 在我六岁之前 我们有一个好幸福好幸福的家 可是之后 爸爸妈妈开始为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吵架 所以他们决定离婚 他们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 并且对我说不用担心 也不需要选择跟随着谁生活 我还继续待在原来的房子里 而且我发现 爸爸变得比以前更有趣了 于是我总会要他在家陪我 妈妈住在离家很近的地方 他几乎每天都会来看我哦 他们不再吵架了 我们还是会一起去逛超市出去玩 我一直都跟爸爸睡在一起 因为我超害怕僵尸的 而爸爸很强壮大 妈妈也总是过来关心我照顾我 很多人都会问我 作为一个离婚家庭里的孩子 是什么样的感受 但其实呢 我觉得我的家并没有遭到任何破坏 只是爸爸妈妈不再是夫妻了 但他们还是我的爸爸和妈妈 我很喜欢这样的生活 他们再也不争吵了 当我被问到是否希望他们复合的时候 我说不 因为我想要的是 他们是快乐的 所以当你能继续感受到 爸爸妈妈对你的爱的时候 这并不是一个破坠的家庭 我爱你妈妈 我爱你爸爸 我很幸福呢 你们永远都是最好的爸爸妈妈 生活中见到很多的离异家庭 都做不到这样好聚好散 社会上对离婚 对单亲家庭的孩子还是有偏见的 因为很多大人们不会处理婚姻 处理不好亲密关系 最终不得不离婚时 大多数会有争吵 冷战 互相指责 一方离家出走 分房等桥段 这些都在孩子面前发生 把孩子的世界变成阴霾 风暴 地震等等不稳定 不安全的环境 更容易伤害了孩子 那爸爸妈妈怎么做比较好呢 尽量好和好散 在孩子面前尽量不平论另一方 而是想事实 不要逼孩子站队 不向孩子施压 用不着自卑 也用不着掩饰或美化 拿孩子当正常的孩子对待 既不溺爱孩子 不可怜孩子 也不要忽略孩子 甚至怨怪孩子 拿孩子出气 要很清晰地告诉孩子 爸爸妈妈的离婚 和你是没有关系的 不是你的错 还要给孩子强调的是 爸爸妈妈在生你的时候 我们是相爱的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是彼此欣赏的 我们因为喜欢对方 因为相爱而有了你 喜欢点赞关注我